穿进恐怖游戏后,我成了团宠 遇到血腥女仆,姐姐我肚子疼,能借我个卫生巾吗? 遇到怨灵血童,我,你也是被父母抛弃的吗?我也是啊 遇到游戏boss,等等 你怎么和我爹长得一模一样?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我爹失踪三年后,霸凌女夏威对我越来越过分了 他来我家赌我,一边指使跟班打我,一边恶毒地骂我 你爸爸彻底不要你了,是不是? 陈思思你看,你这种连父母都厌恶的家伙,就该去死才对 在他身后,小跟班们也不断附和 是啊,你不是检查出抑郁症了吗?怎么还不去死啊? 跟班里笑,更是一脸无辜地冲我笑 嘻嘻,期待在新闻里看见你哦 我捂着被踹的腹部,只觉眼前发黑,身体与灵魂在不断下坠 再一睁眼,眼前却不是我家门口,而是变成了一座欧式复古庄园 一道机械的系统音忽然出现 欢迎来到吸血鬼庄园 任务,玩家需在庄园生存三天,并探查吸血鬼死因 三天后,天使之门会接玩家回去 被天使之门拒绝的玩家将永远留在游戏里 玩家?游戏? 所以,我来到了恐怖游戏? 现在,请玩家前往庄园城堡集合 机械声再次响起,我立马回神,简单观察了一下周围 我们离庄园外围很近,而他的外围就是一层层黑雾 周围不止有我,还有一个黄头发大叔 一个画着精致妆容的美女 一个面容冷静的中年男人 一个身穿西装,一看就是社畜的青年 还有三个老熟人,也是霸凌我的三人组 霸凌女夏威和她的两个跟班,赵江和李孝 一进到这里,霸凌者们就失去了那份趾高气昂 李孝笑不出来了,奸声道,这里是哪呀 夏威脸色铁青,但还算镇定,至少没有崩溃 赵江就差远了,她看着阴森的古堡,打得哆嗦 随后便将视线投向我,是你对不对 你这个灾星,你做了什么呀 说着,她便扑向我,试图再次打我 我皱了皱眉,刚想躲开,就看那位美女姐姐 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一脚把赵江踹开 踹完人,美女冷哼一声,敢在心理医生面前搞霸凌 找打吧你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一排排弹幕状的东西 在我眼前炸开 哎呀,承越还是那么有正义感啊 不愧是我们的月亮女神 承越是怎么知道这女生被霸凌了呀 心理学这么厉害吗 不是心理学厉害,是你月女神,就是这么厉害咯 不过这几个学生看着是新人啊 新人一开始就过S级副本 就算副本里面承越和慕明这样的大神戴 估计凶多吉少啊 什么月女神,上来就说别人是霸凌 真恶心死了 何况就算真是霸凌又怎么样 退一万步说,被霸凌的人就没错吗 就是就是,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凭什么别人不霸凌别人,就霸凌你呢 弹幕吵成一团,我却毫不在意 只轻声对承越说了声,谢谢你 承越摆了摆手,示意不用 弹幕口中的,摄畜打扮的慕明催促道 承越你快点,别耽误时间了 黄毛,摄畜和中年大叔早就朝古堡方向走了 只是黄毛有些奇怪,走之前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 他们对眼前一幕接受度极高 让我推测他们都是老玩家 按照恐怖游戏一贯的设定 刚开始的提示一定是重要的 不遵守一定会出问题 不然老玩家也不会这么着急 承越点了点头,随后转头看我 小妹妹,一起走吗 我笑了笑,当然 我听见夏威他们交头接耳,似乎是在犹豫 也听见赵江哆哆嗦嗦地道 什么恐怖游戏 什么生存三天 我看就是那贱人在故意吓唬我们 等我出去,一定要弄死他 说着,他便朝庄园外面跑去 他的身体刚接触到庄园外的黑雾 便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啊啊啊,我错了 我要回去 然而不过片刻,他就发不出声音了 黑雾好似化成无数个刀片 将赵江削成了一团血肉 玩家赵江死亡,剩余玩家 七 注意,玩家死亡数量增多 会令boss提前出场 李笑看着那一团血肉 直接吐了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报警,我要报警 他拿出手机 却发现别说报警了 连信号都没有 我不觉意外,都是恐怖游戏了 要是有信号才是不对的吧 眼前的弹幕似乎更是见怪不怪 刷得飞快 哈哈,他不是在开玩笑吧 在恐怖游戏里找信号 真是活见久 就这智商 估计第一天晚上都活不过 就得量 弹幕很多 但都是嘲笑的话 没什么关键信息 我懒得看 也不想在外面耽误太久 走进庄园的宴会厅 身后的夏威也反应过来 他拉着李笑 急急跟着我们一起走 快,我们也快点走 我们得跟紧他们 我清楚夏威的德行 他绝不是好心帮助李笑的 果不其然 李笑颤抖着摇头 我不要进去 谁知道里面还有什么 夏威阴沉着脸 毫不犹豫地扇了李笑一巴掌 李笑 我耐心有限 要不是你足够听话 你以为我想帮你吗 夏威面无表情地往前走 想死你就在这死吧 我可没功夫陪你找死 赵江的血肉 已被黑雾笼罩过去 看不见了 黑雾在动 吞噬着周围 李笑下的连忙起身 使出全身力气 朝庄园门口跑去 而此刻 黑雾也如同活过来似的 在他身后追赶 但他运气不错 如愿跑到庄园里面 只是被黑雾削去了 半边头发和肩膀上的肉 黑雾被隔绝到大门后面 像是畏惧什么似的 不敢上前 劫后一声 李笑捂着受伤的肩膀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可在场的人 却毫无怜向西域的心思 都是一副开好戏的样子 就连弹幕都毫无同理心思 哎 这个叫李笑的 刚进来的时候 说什么来着 是让陈思思去死是吧 我记得还有一句 希希 期待在新闻上看到你哦 嘖嘖嘖 希希姐现在怎么不希希了 是太疼了吗 不是吧 楼上几个 你们一点同理心都没有的吗 就算李笑欺负人了 你们这样做 又和李笑有什么区别 楼上你有病吧 你是恐怖游戏玩家 不是圣母游戏玩家 谁不知道谁啊 再说了 玩家又看不到我们的发言 你操的哪门自信 我眸光一动 玩家看不见发言吗 那为什么我却可以呢 难不成 是我身上有什么触发条件 我垂眸想了想 却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便想观察一下 老玩家的动向 想不到的话 就抄一下作业吧 可我刚抬眼 就见李笑横横的盯着我 都怪你陈思思 要不是你 我们根本不会被拉进什么游戏里 这都是你的错 刚经历了那样的恐惧 李笑有些崩溃 你这个怪物 怎么还不去死啊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刚想说什么 黄毛玩家就走过来 他黑黑笑着 都是玩家 搞成这样是做什么 要不你们跟着哥哥 哥哥带你们通关 怎么样 说着 他摸向我的手 哎哟 这胳膊上怎么都是刀疤呀 这可太不美丽了 话虽这么说 可我分明看着他眼中 如同被什么点亮了一样 那是受欲的光芒 我冷着脸拒绝 用不着 与此同时 承越一个眨眼 便拉着我后退 嘴中毫不留情 死黄毛 别太过 黄毛似乎不敢惹成月 所以哪怕他的眉毛 都快气得飞出天际了 也不敢说什么 但很快 谁都不敢胡作非为了 宴会厅的蜡烛 无火自然 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 一个一个点燃 一个身穿鲜红色衣裙的女仆 走上前 她的头在断裂的脖子上 一跳一跳的 嘴唇雀裂得极肠 冲我们笑着 欢迎大家来到公爵的庄园 宴会即将开始 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尽兴哦 话音刚落 宴会厅的一排排桌子上 开始出现食物 女仆走近我们 她歪着头 嘻嘻笑着 大家还不落座 是不喜欢吗 她离我很近 近到我能看见 她脖子上被刀砍伤的痕迹 近到我能闻到 她裙子上的血腥味 那不是红色衣裙 而是被鲜血染红的衣裙 我皱了皱眉 倒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眼前的弹幕 似乎有些不对 出现了出现了 是血腥女仆 不对呀 她不是S级NPC吗 怎么这么早就出现了 不对不对 这游戏分类 怎么变成5S级了 坏了坏了 就连最高等级的月神和木神 才是A加级呀 这怎么打 我收回视线 坐在离我最近的位置上 有了之前的教训 就连胆小的李孝 都安静落座 不敢声势 只能用怨读的眼神盯着我 反倒是一切的始作俑者 下微存在感很低 也是 进了这种游戏 以她的脑子 肯定知道 什么才是对她最有利的 她绝对不想多个敌人 所以见李孝活下来了 还肯给几句安慰 我不是怕你真不过来吗 所以才故意用激将法的 她如实说着 李孝也成功把恨意 完完全全地转移到我身上了 我没空理他们这些小心思 在恐怖游戏里 活下去是最重要的 而且 血腥女仆又在发放隐藏规则了 她道 请大家好好享用晚餐 不然公爵大人会难过的哦 玩家们文言 都把视线投在眼前的食物上 这时 李孝忽然惊呼出声 这纹身看着 怎么那么像赵江 这是人的肉啊 文言 女仆忽然扭过头 她的头已经断了 所以是 直接乘180度转过去的 血腥女仆森森然地盯着她 所以 这位小姐是对公爵的招待不满意是吗 李孝被吓得一个哆嗦 她连忙道 满意 满意 我这就吃 我这就吃 说着 她一边哭着 一边疯了似的把肉块往嘴里塞 女仆也终于露出满意的目光 这才对吗 大家健壮 也只能忍着恶心下咽 毕竟被NPC盯上 可是真的会死的 恶心总比死要更好接受 除了我 我一打开餐具 就发现那里面赫然是赵江的头颅 她的眼睛鼻子都血乎乎地摆在盘子里 甚至 她的头发都在盘子里放着 我试探性地用餐刀敲了敲她的头 却依旧动不了口 我实在 很难不恶心 我忽然感觉 或许死掉也不错 前不久刚好的抑郁症 似乎又有些发作了 一阵阴风吹过 我微微抬头 便对上血腥女仆的脑袋 她咧着肾血的嘴 笑嘻嘻地问我 这个小姐是对公爵的招待不满吗 我平静地看着她 我肚子疼 话音刚落 眼前的弹幕就又成P出现了 不是这些人玩家怎么回事 第一天的任务都是有点恶心人 但只要完成就不会致命的 她在搞什么呀 就是 就连月神和木神都得忍着恶心遵守规则 她上哪来的自信 以为说肚子疼 怪物就会放过她吗 搞笑呢不是 血腥女仆一愣 这还是第一次有玩家这样 她有些疑惑地问我 所以 我说 我来月经了 姐姐你有卫生巾没有 我或许需要一个 我笑笑 公爵大人应该会体谅女生惊奇的不易吧 血腥女仆正在原地 她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点了点头 虽然一个头隔空点着的画面 似乎有些诡异 她还是硬下了 那我 我去找找 果然 这年头朝女鬼借卫生巾 女鬼都会借的 我如实感叹 余光瞥见弹幕也在此时炸开了过 什么鬼 S级NPC被个卫生巾打发了 这副本 NPC怎么和闹着玩似的 没点威慑力 血腥女仆动作很快 而我拿到卫生巾的时候 就顺便找借口前往卫生间 当然 我根本没来月经 甚至一直都没来过 我说那句话 第一点是为了解围 第二点嘛 就是为了能有时间探查探查庄园 被动地看NPC布置任务 我总觉得会离答案越来越远 我向征兴地走进厕所隔间 将卫生巾塞在了口袋里 我甚至连这玩意咋用都不知道 居然有些收获 那里都是些涂鸦 大概讲述的是 吸血鬼成为公爵的故事 涂鸦里的公爵 想必就是血腥女仆最终提到的公爵 也就是说 我只要查清楚公爵的死因就可以了 有了方向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但这口气还没松到底 我就差点惊叫出声 卫生间的坑里 忽然露出一个被头发覆盖的脑袋 血色不断在水中蔓延 她的头发也在疯涨 朝我的脖梗处攀爬 她则轻轻啜气 呜呜 阿宝好孤单啊 姐姐 你是来陪我的吗 啊 这是怨灵血童啊 这是传说中 杀了一个副本玩家的S级NPC吧 这个叫陈思思真是倒霉啊 以为不用吃东西 很得意是不是 哈哈哈哈 怨灵血童直接送你去餐桌 好家伙 直接和开局那炮灰 一起脸贴脸是吧 我身下 怨灵血童抽噎着 呜呜呜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喜欢阿宝吗 她的声音陡然间立 女巫姐姐说了 不喜欢阿宝的 都得死 缠在我脖梗处的发丝 立即收紧 好似下一秒 便能勒断我的脖子 我微微蹲下来 温和地看着她 你也是被爸爸妈妈 抛弃的孩子吗 我也是哦 发丝陡然一松 我将怨灵从水里捞出来 她张脸都被发丝笼罩着 可即便撩去她的头发 她满身的血污 也让人看不清她的模样 我叹息一声 安抚性地摸了摸她的头 阿宝啊 人生是自己的 怎么能让自己这么狼狈呢 我一边说着 一边带她来到洗手池面前 我帮她洗清身上的血污 又帮她扎了个麻花辫 阿宝原本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所以身上的血污 我要帮她洗掉 心口的血污 我也要帮她洗掉 此刻 她看了看干净的手脚 和镜子里映出的干净脸颊 有些无措 弹幕也炸开了锅 说了怨灵血童呢 怎么成这个画风了 啊 我要看怨灵屠杀 我要怨灵屠杀 这怨灵怎么这么蠢 这就被打发了 什么叫这么容易被打发了 你行你来上啊 一个C级的菜狗 给你扔S级副本 你连一个晚上都活不到 信不信 我懒得听弹幕争吵 只专注看着面前的小孩 姐姐告诉你个秘密好不好 不过 你要为姐姐保密哦 怨灵阿宝乖乖点头 若不是她的身体不断渗出纤细 看着就和普通孩童没什么两样 她显然也发现了这点 原本平和下来的面容上 又有黑气上冲 我连忙道 阿宝别难过 这并不是你的错 你看 疤痕什么的 我也有呢 我将身上的长衣长裤掀开一些 露出里面有些猙獰的疤痕 我始终微笑着 这里有 这里也有 有些是别人打的 有些是我自己做的 不过时间有些久了 我记不太清了 阿宝啊 如果太难过的话 就把这些伤痕 当成胜利者的勋章吧 就像最出色的将军 最出色的勇士 身上总会有些伤痕的 原本令人闻风丧胆的怨灵 小心翼翼地戳了戳我的疤痕 他有些不理解地问 为什么 要伤害自己呢 我笑了笑 我那时生病了 因为太想被爱 太想被在乎 本身就是病 要食无一的病 阿宝更不理解了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 还在伸邪的手 你刚刚说爸爸妈妈不要你 可怎么会呢 你那么好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你呢 我将手比在唇间 笑道 这可是秘密 我只说一次哦 于是我将出生时 便消失不见的母亲 一直默示我 从隔段时间 变成永久消失的父亲 欺凌殴打我的同学 一一向阿宝讲述 那是我和心理医生 讲了无数遍的话语 也是曾困住我的东西 可还好 现在一切都已经远去了 最终 我轻轻吻了吻他的鹅脚 轻声道 所以阿宝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不再追逐于被爱 而是爱自己 弹幕沉默了好久 迎来了大爆发 赵江真是该死了 那两位女的也该死了 哦 好苦啊 生活怎么能这么苦 抱紧撕撕宝宝 收回刚刚嘲讽陈撕宝的话 以及 现在是我半夜 都要扇自己一巴掌的地步 我真该死啊 还有那个怨灵泄童 也是个可怜的宝宝 看着好像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怨灵的身上 仿佛有光芒笼罩 只一瞬间 他身上的血迹就消失了 身上的肌肤过于正常 我有些惊诧地看着这一幕 原本的怨灵看起来 不再鬼气森森 仿佛下一秒 就能飞上天国当天使 阿宝显然也发现了 他笑着道 谢谢你啊 姐姐 还有这东西 我以后留着也没用了 就送给姐姐吧 用不到了 我忽然想起系统的话 三天后 天使之门会开启 而阿宝现在的状态 天使的NPC也能够和玩家一起离开呢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鲜红色的蝴蝶结 带在了我头上 与此同时 一道机械音忽然响起 恭喜玩家陈思思获得S级道具 蝴蝶结的守护 他能抵御S级以下的所有攻击 卧槽 这就获得S级道具了呀 呜呜 思思宝宝看起来能在剧本里横着走了 那我就放心了 虽然我也不想打击你们 但门外还有血腥女仆和未知BOSS呢 S级道具只能抵挡S级NPC的一次攻击 副本BOSS可是5S 弹幕炒作一团 只是这次却转了风向 绝大多数的人都在为我担心 可在这里待了太久 总是得出去的 不然要是要是真把血腥女仆这个NPC得罪了 也是麻烦得很 不过令我意外的是 我刚赶到宴会厅 血腥女仆就将东西撤了下去 丢上一碗素面 周围格外空旷 玩家们似乎都离开了 只有女仆歪着头盯着我 呼的 他笑呵呵裂开嘴 道 女孩子这时候可不能吃凉的 我特意为你下了碗素面 看看喜不喜欢 我心底一颤 将视线投向桌子上热气腾腾的素面 见我看去 血腥女仆那张惊悚的脸顿时有些拘谨 好久没做这个了 也不知道手艺怎么样 我笑着说 没关系 我不挑食 有的吃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坐上桌子 在一个诡异的世界里 收获着现实世界中 许久都摸不到的温暖 吃到最后 我眼底一片温热 血腥女仆看起来很在意她的代客之道 表情有些着急 是不好吃吗 不是的 我的嗓音有些沙哑 这大概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了 我放下餐具 冲上去抱了抱她 谢谢你 你真是个善良的人 啊 保你快离她远点 那是血腥女仆啊 你会死的 你真的会死的 服了 老子真是服了 再去爱咱也不能抱恐怖 NPC吧 你活着走出游戏 老子让你随便抱行不行 就是就是 小妹妹你来姐弟家 你想吃多少 我给你做多少 虽然但是 肯借惊奇女生卫生巾的NPC 应该也坏不到哪去吧 你们女生的脑回路 能不能正常点 我记得 系统不是说刷礼物 能加Buff吗 家人们快动起来 别让我保真死了 弹幕一行行在眼前掠过 哪怕我没法听见 他们写这话时的语气 也大概想得到 他们此刻是在 真的在担忧我的安危 他们其实不必担心的 血腥女仆 根本没有想伤害我的意思 我能感觉到 我怀抱中的怪物 动作有些僵硬 这不是因为身体残缺 而是和阿宝一样 是有些不知所措了 好久好久 我才松开怀抱 他才好像回过神来 有些不自信的说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说我善良 他喃喃道 自从被审判为女巫之后 我被人提及的时候 就只有血腥和黑暗了 我温声道 可你知道 不是女巫 不是吗 他眼中好似有光芒闪过 是啊 我不是女巫的 也不该是女巫的 可很快 那光芒却黯淡下去 血腥女仆低头看了 看自己鲜红的指甲 摇了摇头 不 算不是千万人只摘 就也是了 我向前走近一步 和他贴得更近了 可你的确不是啊 姐姐呀 当你觉得自己是女巫的时候 你才会是女巫 中世纪的女巫审判中 有多少是枉死的女人 只要你不认 你就永远都不会输 血腥女仆浑身颤抖 身体红白交织 见状 我连忙在家一把劲 所谓审判 不过是有人想合法占据 你的钱财 不过是有人想合法操控 你的生命 不过是有人想合法 践踏你的灵魂 你认罪了 你才会输 才会出现在这里 终于 红色逐渐退去 金色的光滑闪过 血腥女仆变成贵族小姐的模样 她抹了抹自己完好的驳梗 对我甜甜一笑 谢谢你了 小姑娘 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凯瑟琳 这时 她才注意到 我身后跟着的小尾巴宝 露出了然的表情 凯瑟琳道 是你让阿宝变成这样的吧 不过就算这样 我们暂时还是不能离开的 我更确定自己刚刚的想法 满足要求的鬼怪 果然也是能从天使之门离开的 我点点头 算了算时间 需要再待三天 又或者是 两天多一点 凯瑟琳笑着看我 你很聪明 我们虽然不必困在这里 但也要三天后 等大门出现才能离开 而且在等待的时间里 在这个副本里 身为NPC的我 必须按规矩完成一些任务 话音刚落 她叹息一声 苦笑道 比如现在 我就得走了 临走前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将一个古董手镯递给我 这东西 就算是我 谢礼了 接过的瞬间 机械声再次响起 恭喜玩家陈思思 获得S级道具 女巫的手镯 她有着相当于S级的攻击力 请玩家加油探索 无虎起飞 我宝不但没死 还收获了新的S级道具 虽然但是 我现在已经佛了 就看大boss会不会 给我宝宝金币了 宝宝你果然是个天使 乌乌只有天使 才能进化怪物吧 楼上说的对 不过好像14年前 也有一个女玩家 有这能力吧 她进入的副本 令很多NPC都离开了 甚至好像 连大boss都被她走了 是啊 我记得那女人 还有句人生格言来着 叫做冰冷的NPC名字 只是个系统符号 我致力于让每个NPC 都找回自己的名字 哎你别说 我还真有印象 她当时还嫌 NPC的名字不是血腥 就是黑暗的 十分没心意 还一定要让NPC 想起自己才行 对了 那女人叫什么来着 是叫XX来着 有病吧这系统 怎么屏蔽人民啊 14年前 我心中一紧 因为今年 我也才14岁 第一个夜晚 我是和阿宝一起度过的 我带她玩了会单机游戏 就抵不住困意 睡着了 但我睡得不熟 隐约好像听到 阿宝好像和什么东西 打起来了 打起来 我瞬间清醒 一睁眼就看见 阿宝将NPC当球踢 一脚踹到墙里面 我有些发猛 阿宝 姐姐你放心 阿宝会保护你的 阿宝见我醒了 立即扭头 对我露出个笑脸 下一秒 她的脸色就变得阴沉 盯着墙上的NPC 我刚刚不是说 不准过来害人吗 敢在S级面前动吐 信不信我把你脑袋揪下来啊 明明是小姑娘 软糯糯的嗓音 我却分明 听出了杀意 NPC一边不可置信地 看着阿宝 一边苦着脸看向我 我这就走 不过 公爵邀请诸位 一定要参加晚宴 请你一定要来 不然公爵一定会生气的 我点点头 表示了解 NPC走后 阿宝却一脸沮丧地看着我 公爵喜怒无常 姐姐你可一定要小心 毕竟要是真打起来 我和女巫 不 是凯瑟琳小姐 我们俩都打不过她的 但饶师很怕 小姑娘还是一脸 认真的向我保证 不过姐姐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的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惨叫声 啊 我要重新选 我不选这个了 冰冷的系统音再次响起 玩家勤狼死亡 剩余玩家 六 系统温馨提示 死亡人数过多 副本BOSS即将提前苏醒 而后 门外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阿宝刚要呲牙 我就先一步打开门 门外是那个黄毛 黄毛身边还跟着李孝 不过相比于昨天 李孝身上轻轻自自的 昨晚临睡前 我曾在凯瑟琳那里得过消息 房间是不能空缺的 必须两人一组 空缺的房间就会进入怪物 客房一共有四个 按理说我昨晚回来的晚 是要进入空房间里的 但由于阿宝和我一起 才令我躲过一劫 而看眼前这情形 李孝是和黄毛一起的 还不等我说话 李孝就忍不住了 你没死 你居然没死 你说空房间不能是安全的呢 李孝看了看身侧的黄毛 越发越毒 陈思思 你又耍我 我有些失笑 怎么又变成我的错了 不过也是 他们一向都是不讲道理的 只要他们想 便都能怪到我头上 黄毛呼得重重甩了他一耳光 够了 给我闭嘴 李孝的脸瞬间肿起来 但他丝毫不觉得自己错了 依旧恨恨地瞪着我 只是碍于黄毛 不敢再说重话 黄毛转头看向我 眼中却带着点垂涎的意思 你一个人住进空房间 还活了下来 是和怪物睡了吗 我 黄毛 你给老娘死远点 你那屁大点的脑子 都给下半身了 看谁都他们是睡了 承越丝毫不给黄毛面子 黄毛脸色铁青 嘴里骂着什么 但却不敢大声 慕名拍了拍承越的肩 别骂人 别暴躁 说正经事 承越这才想起来 他走进门里面 道 秦朗刚刚死了 刚刚系统的提示音 你也知道了 BOSS即将苏醒 所以我来这里 是想找你结盟 承越有些愧疚的说 还有就是 昨天你回来的太晚了 所以 我没有等你 直接和慕名在一间房间了 我笑了笑 我没关系的 你和慕名一看就是组队的 何况玩家身在恐怖游戏里 想自保是在正常不过的时了 我真的不在意的 弹幕又在吵了 哎呀 你月神看起来也不过就如此吗 昨天根本没救人 今天还过来要情报 真是不要脸 楼上你傻呗吧 他是月神不是圣母 这是恐怖游戏 你再难闹呢 谁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就是啊 对于承越来说 思思只是个陌生人 就算可怜又怎么样 这里稍不留神 自己都保不住 哪有那么多慈悲心可以用 要是你进去 不见得做得比承越好 而此刻 承越欲言又止 我便将他想问的问题问出来 你是想问 我为什么能活下来吧 承越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点头道 是 我将身后的小尾巴抱出来 笑着道 昨晚 我是和他一起住的 他 承越满脸惊诧 慕名却脸色一变 忙上前一步 把承越护在身后 怨灵血童 阿宝又在呲哑了 我先一步摸了摸他的发尾 总算把他安抚住 已经成了天使的人 若造杀孽 再不得解脱 可怎么办 我看着慕名 静静道 他叫阿宝 他有自己的名字 慕名皱眉 只是怪物而已 最终 我们不欢而散 午饭 我是在房间里吃的 凯瑟琳送来的时候 还特意叮嘱我 思思啊 那个黄毛 一看就不是好人 你可一定要离他远点啊 阿宝握了握拳头 他不敢的 凯瑟琳 因为我会揍他 凯瑟琳这才放心下来 又叮嘱我晚宴的事情 大概就是 千万别触怒公爵 我在三宝证 凯瑟琳才放下心 很快就到了晚宴 NPC们给玩家送来晚礼服 洛可可风格的晚礼服 有着层层叠叠叠的裙摆 我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自己挤进去 据凯瑟琳所说 晚礼服这样设计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为了限制玩家行动能力 没人能带着这么大的裙摆 快速奔跑 我并不在意这个 只是特意多要了一件小的礼服 因为要给阿宝穿 随着庄园钟声敲响 玩家相互落座 晚宴正式开始 慕名和成月依旧坐在一起 夏威一个人坐在角落 李孝则和黄毛一起 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李孝身上的伤痕 看着更多了 令我唏嘘的是 短短一日时间 李孝和夏威的地位 已经翻转过来 现在对夏威 以止气使地变成李孝 我刚走进宴会厅 就听见李孝在骂夏威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 连的茶都倒不好 你这么笨 我当初是怎么让你当上老大的 要不是你 我根本不会去找陈思思 也根本不会跑到这里来 弹幕又在笑话他们了 不过狗咬狗一嘴毛的戏码 我也不愿理会 霸凌者和跟随者 谁又比谁干净多少呢 玩家们忽然都不再言语 因为凯瑟琳出来了 她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 道晚宴正式开始 公爵要敬大家一杯呢 我们抬起头 离我们很远的二楼 有人穿着华丽西服 对我们摇摇举杯 这位想必就是公爵了 可不知为什么 他的身影让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今天刚死了一位玩家 所以大家对NPC的话格外在意 服从度更是极高 我低头看了看面前的酒杯 面露难看 酒杯里的东西粘稠鲜红 这玩意说是酒 更像是鲜血 可大boss在这 我不能不喝 在做了一番思想斗争后 我终于拿起酒杯 却被凯瑟琳按下 凯瑟琳如是对着公爵说着 他不能喝凉的 会肚子疼的 公爵抬了抬头 似乎第一次认真地 打亮眼前的场景 这时黄毛忽然插嘴 你这个女仆怎么回事 肚子痛就可以拒绝 公爵大人的邀请吗 黄毛一边盯着 我藏在袖子里的胳膊 一边不怀好意地凑过来 来来来 哥哥给你满上 似乎不是我的错觉 这人每次看到伤口的时候 便有受欲涌动 所以他选择和李孝同住 就是因为李孝在第一天受了伤 果然 这家伙还真是个变态 眼见他要抓到我的手 我连忙闲雾地放下杯子 把手缩回去 呼的 一个杯子凭空出现 重重砸向黄毛细向我的爪子 他那只手碎掉了 鲜血和杯中的东西一起流淌 分不清什么更多 我一转头 就看见公爵如顺一般来到我们面前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 虽然他的确很好看 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而是 他的面容长相 和我那失踪三年的爹 长得一模一样 是怪物在有意为之吗 据说怪物会根据人心底的弱点 来幻化形象 这样玩家就会放松警惕 被害了性命 我正愣在原地 看着他走到我面前 我靠 5S级BOSS他出现了 啊 我的宝你快喝酒 千万别犯错 再恶心 咱都得挺住 丝丝宝宝快别愣着了 再一会 你人都要无了 我 我敬你 我陡然一惊 终于反应过来拿起酒杯 却再次被人按住 这次按住我的是公爵 公爵静静道 未成年人 不能喝酒 哈 这就完了 什么情况 还未成年人 不能喝酒 什么时候恐怖游戏 也这么人性化了 弹幕显然比我更疑惑 但眼下吗 我也只能放下默默酒杯 公爵面无表情的又补了一句 给他的酒杯收走 凯瑟琳 别让他偷喝 可他刚垂下头 就看见我餐盘里 那些血糊糊的东西 所以 他很快再次补了剧 把这些玩意丢了 凯瑟琳硬下 飞快地把我眼前 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撤了 而后 公爵转向黄毛 依旧面无表情 你很喜欢喝酒是吧 我 我我 黄毛还没从断手的痛苦中缓过来 他面容扭曲地回应着公爵 却磕磕巴巴地说不清楚话 公爵皱了皱眉 所以 就是不喜欢吗 见状不好 黄毛拼命咬了咬牙 忍着剧痛道 不 我喜欢 我很喜欢的 公爵点点头 轻飘飘地道 那你就把这里的酒都喝干净吧 凯瑟琳 再给他拿一些 说着 他还不忘好心叮嘱 你要快点喝完 不要耽误我们的舞会 恶人受诚 我自然要当个笑话来看 我好整以侠地看着他喝酒 公爵却忽然转向我 你很开心 我心中一紧 顿时有些傻眼 也难怪凯瑟琳说他喜怒无常 看着他和我爹如出一辙的面容 我脑子一抽 张口就来 我 我 可以开心吗 公爵却没难为我 只转头看向凯瑟琳 你怎么只把东西送回去 不拿点东西过来摆 拿些点心和糖 小孩子爱吃那个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居然在大boss那波澜不惊的语气中 听出了几分埋怨的意思 于是 凯瑟琳再次被迫跑腿 经过公爵这么一番操作 剩余的玩家已经傻眼了 承越和慕明经历的多 只觉得是NPC开始抽风 可毕竟是S级副本boss 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我注意到 夏威不知和李孝说了什么 李孝就装作一副怯生生的样子过来 我 我也可以要一些吗 说不定那什么糖和点心 就是通关的关键道具呢 既然陈思思能得到 不定这boss是对未成年情有独钟呢 就和黄毛一样 谁料 公爵却有些疑惑地问 你是谁 我为什么要给你 可更离谱的 是他忽然转向我问 我应该给他吗 我 啊 他又问 你想让我给他吗 我摇了摇头 于是 他点了点头 嗯 不给 你没有 我 我觉得吧 他可能真是我爹 什么情况啊各位 你们见过boss这么明显的偏袒吗 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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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10086 不对啊 思思宝贝什么时候把boss拿下的 别问 问就是你游戚女儿待遇 宴会厅里 忽然响起歌声 舞会要开始了 而黄毛用了无数保命道具 终于在舞会前喝完了全部的酒 他喝了太多 那肚子看起来简直要鼓了起来 这让我怀疑他 待会根本跳不了舞 黄毛缓过神变 一脸怨毒地看着我 可饶事他想破脑袋 也不明白怪物为什么会忽然发难 黄毛便只能把一切原因归结于我了 毕竟 去恨弱者永远比恨强大的人容易 所以 舞会一开场 他便走到我面前 我知道 他想拉着我跳舞 可我还没说什么 一个面具人就把他截住 这位先生 你今天的舞伴是我哦 我才发现 偌大的宴会厅里忽然冒出许多面具人 他们穿插在玩家中 邀请玩家跳舞 为了遵守规则 黄毛只能忍住不耐 和要刀掉我的心思 将手放到面具人手上 可下一刻 面具人忽然细细一笑 先生 你的手好脏啊 这可怎么跳舞呢 面具人轻轻抬了抬手 黄毛的胳膊便被直接扯断 嘻嘻 看起来 你跳不成舞了 面具人一边嬉笑着 一边引入黑暗中 黄毛只能一边又惊又惧地捂着伤口 一边拼命拿出保命道具 医治自己 公爵忽然开口 我们也该跳舞了 看着黄毛的下场 我心中一惊 可看公爵目前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他应当 不会对我做什么 但朝舞迟望去 玩家都在和NPC跳舞 所以显然 这也是游戏的程序之一 是玩家和NPC都要遵守的程序 所以 我欣然答应 唯一不妙的是 我并不会跳舞 所以 踩了公爵很多下 舞会结束的时候 公爵一直在叹气 他道 我踩了我27 我看着他 那我会被惩罚吗 他重重点头 会 就罚你今天 睡个好觉 可他话音刚落 我便察觉身体有些不对 我腿间一片潮意 肚子坠着发疼 我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大概猜测 似乎是女生的出潮来了 公爵的脸色有些不妙 看着有些僵硬 我猛然想起 昨天在隔间得到的信息 公爵就是吸血鬼 难不成吸血鬼 对这也感兴趣 我吓得连忙后退一步 凯瑟琳似乎也发现不对劲 连忙跑过来解释 这孩子他 他不是故意的 但你别生气 说着 他欲哭无泪地看着我 思思啊 我不是给过你卫生巾了吗 怎么还是搞成这样子 我知道了 是不是阿宝故意捣乱了 等我逮到他 一定让公爵好好把他揍一顿 这又关阿宝什么事 我生怕波及到他 腿下双眸 没去看公爵 我妈妈在我出生时候就不要我了 爸爸也失踪了很长时间 没人叫过我的 凯瑟琳一边去看公爵的脸色 生怕公爵生气 连忙道 那也是你的错 做错了事就要被惩罚 快和我走 我要惩罚你了 公爵却拦住他 不 是我的错 凯瑟琳顿时愣在原地 接着 我察觉到 有什么东西屏蔽了公爵说的话 玩家们听不见 弹幕也看不见 但我和凯瑟琳离他很近 所以听得真真切切 是我这个做爸爸的错 眼中有泪意上涌 原来爸爸真的是恐怖游戏的boss 他不是 不是丢下我了 凯瑟琳在今天履行了妈妈的职责 他再叫一个未成年女生解决出巢 我很庆幸 系统还是讲究点人权的 这段没给那些弹幕玩家推送 不然我就真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我出来的时候 舞会彻底结束 大家开始分配房间 线下我们有六个人 两人一间的话 怎么都是够分的 见我来了 黄毛扶着断掉的胳膊 指着我 我们今晚一间 怎么样 我是老玩家呢 跟着我 你又不吃亏 我还没说什么 李孝却慌了 哥 昨晚不是还和我一起吗 今天怎么就变了 他死死拉着黄毛的袖子 眼中满是对求生的渴望 今天是第二晚 刚刚血腥女仆还在说 就算两人一间也会出现问题的 没有你 我可 我可怎么办 黄毛不留情面地甩开他 你爱怎样就怎样 关我什么事 就在这时 阿宝笑嘻嘻地走过来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一笑 他道 第一 思思姐姐今天要和凯瑟琳一间房 第二 六个人 但你们还是要住四间房呢 言下之意 就是一定会有两个人和鬼怪一起住了 很显然 其中一个是我 另一个吗 就留给他们去选了 夏威脸色一变 他看了看黄毛 又看了看承越两人 夏威还是选择向承越求助 他用一贯的蜈蜈模样装委屈 在学校时 我曾领教无数次 每次他欺负我之后 老是追查时 他就会摆出这样的姿态 夏威道 姐姐 你和哥哥都是老玩家 所以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 随便一个人和我一起吧 夏威不断哀求 你们是有自保能力的 可我不一样 我真的会死的呀 不行 承越刚有些松动 但想起早上的事情 还是摇了摇头 夏威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似乎没想到 承越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在求生的欲望下 夏威忍不住道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你是老玩家呀 你和我不一样啊 承越冷着脸 道 是不是没人告诉过你 不要在心理医生耍心机呀 见他还不死心 承越索性把话摊开说 昨天你不是也和一个老玩家组队了吗 可今天早上 你还不是在NPC送早餐的时候 故意摆了他一道 害他送命 你既然害了自己队友 就该承受没有队友的代价 这是你自己选的路 夏威顿时崩溃了 他喃喃道 我没有故意害他 我只是想试试他的实力 我不知道他真的会死的 可他有几分是不故意的呢 我想 他是一分都没有吧 以他一贯的作风 一定是装无辜半可怜 先挑了一份看起来最安全的食物 然后让那个叫秦朗的中年男人打开了 夏威见成月这边无望 只能目光转投木鸣 哥 求你 夏威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木鸣打断 你别想了 我只会和成月组队 弹幕又在飘了 不过这次 弹幕的画风有点不一样 磕到了磕到了 家人们谁懂啊 在恐怖游戏里 磕到炼宗CP了 呦呦呦 我只会和成月组队 这翻译过来 不就是非咱们月神不可吗 木月CP是真的 哈哈 木月CP果然是真的 嘿嘿 第一次在恐怖游戏里磕CP 需要注意什么呀 当然是注意你的 CP别臂 恐怖游戏里的生理死别 可太多了 想当初我就磕 吃头X盒 真离谱 美女的名字怎么又被禁了 走投无路的夏威 就只能求助黄毛 但黄毛却摆了摆手 还把她甩开老远 第一个选的就不是老子 老子是你的什么备选吗 给我滚 所以最终 她只能把希望投在我这里 她捂着擦伤的胳膊 罕见的在我面前示弱 哑声问我 沉 思思 究竟怎么样才能一个人 在房间里活下来 我抱起他们口中的怨灵血童 冲她笑了笑 和我一样 由衷地爱着他们就好 夏威更崩溃了 你骗我 我怂怂肩 随便你说 说着 我不再理她 直接进了属于我的房间 刚关上房门 我便问阿宝 你刚刚说的 都是真的 阿宝学着夏威的模样 无辜的眨眨眼 假的呀 谁让他们欺负你来着 万一让你和他们一起 他们在欺负你了怎么办 像是怕我责怪似的 阿宝飞快地把责任 甩到我爹身上 你都不知道 公爵可凶了 是他一定要凯瑟琳 和你住在一起的 我听得出 阿宝的言外之意 在这个游戏副本中 BOSS是最大的 他既然都发话了 其余的NPC 便只有听从的份 凯瑟琳似乎很忙 隔了很久 才进这间屋子 阿宝见他回来 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透着窗户 我能看见外面的黑雾 凯瑟琳却误以为我害怕 特意开玩笑哄我 睡吧 不会有事的 女巫向你保证 今天会是个平安夜 我被他逗得一笑 渐渐进入了梦乡 可我没睡多久 就被一阵机械音惊醒 距离天使之门出现 还剩一天时间 请玩家们 尽快找到吸血鬼死亡原因 失败者将永远留下 女巫说得很对 今晚真的是个平安夜 只是我被吵醒了 不过 凯瑟琳却不在房间里 房间内不知何时 多了面镜子 我走上前 发现镜子渐渐浮现 一个身穿红色衣裙的女人 可眨眼间 女人便好似被先飞了似的 忽然不见了 而后 镜子里浮现出一张熟悉的帅脸 是我爹 他说 我抓到了不乖的小孩 他没有好好睡觉 我学着夏威的模样 一脸无辜地看向他 我是被系统吵醒的 你知道系统吗 他让我找吸血鬼的死因 我爹点了点头 关于系统 却他看上去并不想说太多 他想了想 还是问我 那你找到了吗 我说 你没死 所以没有死因 公爵大人十分严谨地点了点头 对 然后呢 这就是答案 不是吗 于是 我就看见我爹勾了勾嘴角 轻轻笑了 我也想笑 但我笑不出来 因为就在答案脱口而出的刹那 系统来了个全员播报 整个庄园都游荡着系统的冰冷的机械声 恭喜玩家陈思思获得最终线索 请其余玩家继续努力 努力 努力你个头啊 我这不是成活靶子了 哎呀 狗系统还是那么狗啊 还来了个全员播报 你告诉他们明抢多方便啊 多新鲜呢 我月神和木神还用强 啊对对对 你CP最厉害了 弹幕总是能在各种角度上吵起来了 某种程度上 还是挺搞笑的 我从一一行行弹幕中收回视线 笑着看向镜子 却发现某人再次消失了 我顿时收敛笑意 也没什么心思看弹幕了 直接倒头就睡 反正明天也只需要等天使之门出现了 没我什么事了 但我还是没能如愿 毕竟今晚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睡了没过多久 天刚蒙蒙亮 敲门声就响了 凯瑟琳会在清晨准备早点 来的人就是掐准了这一点 来敲门的是李孝 他在门口问我 答案究竟是什么 陈思思 你说话呀 我不想理他 他就敲个眉弯 我只能打开门 困得半睁着眼睛看着他 李孝脸色发青 身上的伤痕更多了 他的裙子上还有阴着血痕 看上去难得一见的 可怜 可门外不止他一人 还有黄毛 他冲我咧着嘴笑 满是不怀好意 小妹妹 哥哥劝你 最好说清楚啊 我皱眉不语 李孝见状 立马急了 夏威说了 在游戏里做错事 是不会承担责任的 哥 他既然不说 你就随便玩吧 不让他吃点苦头 他是不会说出真相的 说这话时 李孝目光闪烁 当然了 这份提议也有李孝的私心 他想让陈思思和他一样痛苦 凭什么都是一样 在恐怖游戏里 他陈思思就不用受这样的苦 他凭什么能不受伤害 又凭什么能活下来 说的对呀 黄毛笑嘻嘻的 用紧剩的一个胳膊 开始拽自己的裤子 我按了按手镯 刚想用道具进攻 面前的镜子 却忽然冒出一个人来 是了 传说故事里 吸血鬼是会瞬移的 何况都是恐怖游戏了 游戏boss从镜子里走出来 看起来也不奇怪 不过眨眼间 黄毛就被先飞在墙上 力道之大 令他整个人嵌在墙里 我爹面无表情地转向我 你喜欢他吗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看着他面无表情的样子 没有来的 一阵委屈涌上心头 你呢 你又凭什么这样问我 我质问他 公爵大人愣在原地 生平第一次看上去 有些无错 可我却不依不饶 别人家的小孩 都有家长开家长会 可我没有 他们都说 我是没人要的小孩 我脑子一片混乱 说的话也是断断续续 没什么逻辑的 我只觉有些话不吐不快 有些难过压在心里太久 今日也算成员得雪 能在他面前说个干净 你从来都不肯关心我 总是这样的态度 妈妈也不爱我 我从来都没见过他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你现在倒是来管我的闲事了 可我被骂的时候 你不在 被打的时候 你也不在 我很喜欢穿裙子的 可我身上都是疤 好丑好难看 我就不敢喜欢了 我只能穿长衣裳裤折着 爸爸 我那时候好疼好疼啊 被按在马桶时候疼 被木根打的时候疼 被刀子划的时候也好疼 我也反抗过的 可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 我的头就一次次被按向马桶 我的身体被一次次按着见他 我疼的时候就想见你 可三年了 每一次每一次 你都没有来 说着说着 我以泪流满面 而泪水模糊间 我看见对面的人 眸中也有泪水划过面颊 原来在恐怖游戏中的怪物 也会哭呢 这是怎么了 天使之门马上就要开了 我本来想着 让思思琳走前吃点好吃的呢 怎么现在 凯瑟琳刚一回来 就发现气氛不对 可他还没想明白 阿宝就不知从哪冒出来 率先开口 公爵大人 思思姐姐被他爸爸丢下了三年 他受伤了都没人管 很可怜的 你就不要和他一般计较了 好不好 阿宝这个鬼灵精 上来就帮我卖惨 顺便恰到好处的掀开我的衣角 露出里面猙獰的伤痕 凯瑟琳见状 也误了 公爵大人 你抱一抱思思好不好 你抱一抱 哄一哄他 他就会原谅你了 我吸了吸鼻子 然后就觉自己被还入一个冰冷的怀抱中 冰冷却又温暖 是我的错 我很抱歉 我的女儿 她在我耳边轻声道 可是孩子 你要相信 爸爸妈妈很爱很爱你 比爱我们自己还要爱你 至于欺负你的人 爸爸会帮你处理的 最后一句话 他的声音分明带了几分很利的味道 阿宝见状 又开始操作了 他毫不犹豫地指着 刚刚公爵一出现 就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李孝 他 就是 他打思思姐姐的 他刚进入游戏的时候 就想打思思姐姐了 还有他 这个在墙上的这个家伙 好几次他都差点要欺负思思姐姐了 我跌跌了点头 他那冰猛的手边捂上我的眼睛 他轻声道 乖 别看 玩家李孝死亡 剩余人数 五玩家黄天死亡 剩余人数 四 那两人的死法我没看见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房间连个血块都没有 但我知道 他一定为我报仇了 还有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 就在隔壁的空房间 他可是主谋 小告状金阿宝在线操作 可就在这时 系统的冰冷的机械声忽然响起 天使之门已打开 恭喜夏威玩家通关 阿宝顿十年了 不可置信道 啊 他 他跑了 跑就跑了吧 我满不在乎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 不能太执着于恨那些人了 因为到最后困住的 不得解脱的 只会是我自己 我爹却有些不满意 他声音发狠 没关系 总会再遇见的 他呼地转向我 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 温声道 但是思思 你也该走了 我心中一颤 含着刚刚未尽的泪花 看着他 可我不想一个人了 包死大人 拿出生平难见的耐心 哄自己的女儿 思思 看到外面的黑雾了 和之前的面具人了吧 你若在庄园外死亡 会变成黑雾 若在宴会厅死亡 就会变成面具人 思思 你和我们不同 如果留在这里 只会变成没有神志的傀儡 所以听爸爸的话 可以吗 我们总会相见的 我泪眼模糊 那你保证 他便笑着对我说 我保证 我准备脱离世界了 和我一起脱离的 还有阿宝和凯瑟琳 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 临走前 我爹千叮咛万嘱咐 让凯瑟琳一定要好好照顾我 对了 我还告诉了成月木鸣答案 所以我们是一起出发的 神奇的还有一点 只要我爹表明和我的关系 弹幕就仿佛自动屏蔽了似的 所以他们 只能看见Boss莫名其妙 出来保护我 并且直接杀了欺负我的人 所以在他们口中 Boss已经被我征服了 我们从好好的妇女关系 变成了奇奇怪怪的关系 让我苦笑不得 苦笑不得间 我进入了天使之门 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我家门口 这次 凯瑟琳和阿宝在我身侧 但 我爸爸却不在 他果然是个大骗子 恐怖游戏大Boss带娃 翻外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清月没来得及交代太多 就把孩子给我了 怪物但遇生命是个 很神奇的事情 它是那样小小的 弱弱的存在 清月说孩子很脆弱 所以我一边查人类的资料 一边小心翼翼地带孩子 我连触碰都要小心 生怕把他碰坏了 孩子真是个麻烦的生物 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喂奶 幸好我是怪物 我能包容他 我查了人类的书籍 好像这个时间段 要和小孩沟通说话来着 可我不喜欢说话 嗯 但我喜欢他 所以还是学一学吧 他叫我爸爸了 今天真是个美好的一天 但我没高兴多久 今天思思出去跑步 不小心擦破了皮 他哭了 转头看我要抱抱 那一刻 我觉得心脏的位置好疼 书上说 这种感觉叫做心疼 奇怪 怪物也会心疼吗 好像上次有这种感觉 还是因为清月 什么来着 有点想不起来了 只是怪物现在 有点想哭 我讨厌做饭 我总是控制不住力度 把一切搞得很糟 但思思不吃会生病 他生病我会难过 所以为了不让我难过 我必须得做 思思想让我去开家长会 那是什么东西 我不明白 但还是去了的 可我是怪物 所以系统删除了 他们的记忆 我没办法 我忽然想到 等我被送回游戏世界 思思会不会也像 其他人一样 但我忘了 那一定会是让怪物 也恐惧的事情 好神奇啊 我一手带大的孩子 就这样慢慢长大了 他长大了 我就开始学 怎么照顾长大的女孩 他喜欢穿碎花裙子 我就给他买了好多 但我不太理解 书里面的意思 因为他说 要和长大的女儿 保持距离 这样才能让他健康成长 好吧 虽然不开心 但为了思思 我还是决定听书的话 书上说 女孩到一定年龄 回来月经 每个月都会流血 处理月经的事情 要由母亲来做 可是清月不在 就好像只能我来了 还有 为什么会每个月 都要流血呢 人类果然奇怪又脆弱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她会不会疼啊 回去的日期渐渐来了 我好舍不得思思 思思身边有一个 叫夏威的朋友 我给她写信 拜托一下她 再留一笔钱吧 嗯 一大笔钱 希望我不在的日子 她能帮我照顾照顾女儿 反正书上说 拜托人是要这样的 清月说 怪物不通人性 所以让我多读书 清月说 看书没错 那照书上做 应该也没没错 反正 清月说的 永远都是对的 有点想清月了 思思今天问我妈妈在哪 还问清月叫什么名字 我是想说的 也是说了的 但系统屏蔽了我说的话 我重复了几十遍 终于放弃 转移了话题 我还是有进步的 学会书上的转移话题了 我被拉回游戏里了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失 消失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我知道 我很快就 再也回不来了 我的女儿啊 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长大 我的小姑娘 值得天底下最好的东西 你一定 一定要平安顺遂 爸爸永远无条件爱你 但爸爸也有私心 你妈妈说过的 生日这天许愿望会很灵的 可爸爸是怪物 怪物是没有生日的 所以 我只能借一借你的生日 悄悄许一个愿望 我许愿 我们能够再次相见 我许愿 我们相见的时候 你不会忘记我 全文完